境界零件及曲面501 新建一個檔案 掃描裡面的螺旋掃描 第一個 軌跡線畫在right平面 直向頂部 畫一條中心線 直線 標註尺寸 修改尺寸 1.9 這邊是0.45 這是pitch乘以4.25 螺旋轉4.25圈 打勾 打勾 Ctrl D 切回來 建個點 點到上面這個圓弧 0.5的地方 建個平面 通過pnt0 按住Ctrl鍵平行 Ground 炒彙畫在DTM1 抓参照 抓pnt0當参照 直線 值得 圓角 圓角 相等 這個圓角 這個圓角跟這個圓角相等 標註尺寸 這一點在這條線上 這一點在這條線上 這條線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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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改尺寸 12.5 4.1 100度 0.2 1.1 3.7 打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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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trl D切回來 掃描 掃描 抓 抓pnt0當参照 拍照 畫圓 0.4 0.4 打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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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回來 同樣的 在這邊見個點 0.5的地方 确定,草绘画在这个面上 抓参照,抓 PND1 画一条通过 PND1 的水平中心线 画圆,锁到 PND1 0.4 打勾,引申 引申的长度是3.25 打勾,锁到 D 分析质量属性,眼镜点一下 所以它的体积6.4038479 表面积64.339238 做设计变更 草绘1 编起 100度的 改成 105度 R等于 1.1的 改成 1 接下来C等于4.0 4.1的改成 4 接下来D等于2.0 1.1的改成 1.9的改成2 1等于0.5 4.5 所以这里要改成0.5 乘以4.25 0.5乘以4.25 0.5乘以4.25 这里也要改成0.5 打勾 1.5 接下来最后一个 这一个的长度 3.25 要改成3.5 再称一下 分析质量属性,眼镜点一下 所以它的体积 6.533 8015 表面积 10的一次方 65.647053 X座标 3.7825 786 完成了 501